鲁豫有约是国内知名的谈话类节目 这个节目几乎邀请了娱乐圈中所有的大牌 直到近期不少网友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但凡参加过这档节目的明星夫妻后来都出事了 为此不少人调侃道 不用叫鲁豫有约了 白白鲁豫有毒好了 谁约谁倒霉 李小璐和贾乃亮近期同胖了 这让网友们很是意外 要知道这是两个人离婚之后罕见公开合体 原因是两人为女儿甜心庆祝生日 照片中一家三口非常开心 向极乐幸福一家人 为此不少人猜测两人的关系有所缓和 未来会不会复婚呢 2017年之前 两人是娱乐圈的模范夫妻 他俩来到鲁豫有约 但两人的感情并没有像他们讲述的那样继续下去 结局令人唏嘘不已 潘月明和董杰也上过这个节目 他俩曾是观众十分看好的一段 但两人的婚姻无疾而终 潘月明离婚之后 事业陷入低谷期 随后凭借几部口碑不错的网剧打了翻身仗 至于董杰 曾在网络上直播卖货 他清新的风格令人舒适无比 占据了各大新闻头网头条 赚得盆满钵满 虽然曾经相互伤害过 但为了孩子他们还是和解了 这或许是不幸中的万幸 2016年 谢信芳为林丹生下儿子林小宇 然而仅仅两周之后 林丹出轨的照片就被曝光 这让很多人始料未及 不仅谢信芳感到失望 就连关心他们的球迷也感到痛苦和迷茫 不过谢信芳选择原谅 如今一家人幸福快乐 只是谢信芳更加理智了 李丹彭何德何能 能追到王妃 不过从鲁玉有约的谈话中 明显能感觉到两人的不适合 李丹彭滔滔不绝 王妃只是在一边冷冷地看着 上完这个节目 他俩也分手了 其实爱与不爱 合适还是不合适 只有当事人最清楚 爱情可以让一个女人变得极度自卑 佟丽娅就是这样 陈思辰在这段婚姻中极度自信 佟丽娅则过分地自卑 她一直遵守着父母的嘱托 孝敬公婆 相夫教子 久而久之 佟丽娅变成讨好新人格 她依旧没有留住陈思辰的心 两人的婚姻告一段落 陈思辰的继续爱着佟丽娅 换一种方式守护 讽刺至极 听上去像个笑话 但还好 他们会为了孩子一起合体 看上去也没什么不好 文章和马依丽的结合曾不被看好 直至两人离婚后 网友才感慨 保持自我 拥有坚韧和智慧 这样的女人才值得勤派 得知文章出轨之后 马依丽没有哭天喊地 面对丑闻 她展现出超凡的气度和宽容 头也不回选择离婚 张子怡和汪峰已经离婚 要知道2017年时 汪峰录制《鲁玉有约》时 张子怡打来电话查岗 那一声声老公叫得汪峰眉飞色舞 两人的感情密里调游 对于这场失败的婚姻 网友的态度基本统一 毕竟汪峰三婚三离 应该从自身上找找原因了 八年的夫妻生活 给两人带去难忘的时光 如今的分离 不代表辜负和背叛 只是换一种方式 续写各自的人生路 期待两人在各自的领域中 发光发热 说了那么多 大家觉得明星离婚是自身原因 还是鲁玉有约在作祟